這一次 如果不是因為台灣防疫做得好 所以國內這麼的團結 然後再加上陳時中講的這一句 我們沒有虧待人家啊 網友更是炸鍋了 坦白講如果不是這一次網友 很團結的去發聲 我們這真的吃了大門虧 我覺得這對英國情侶 人家講說 孫悟空富潘土花 沒人請自己來 對不對 人家沒有請你來 對不對 你來了台灣之後 表示你身上沒有錢 表示你這樣 扣在地房子來台灣 一天兩百五 還包夾包大 你怎麼陷不好 去哪裡找啊 去別的國家找找看 日子過太好 翹腳連水手 還會陷害那有的 我就跟你講 他跟他媽媽講的時候 那個BBC也是很奇怪 你有沒有查證 你有沒有問看看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是一個法國人 也是一樣在台灣居家隔離 你看他就PO出來 你看有這麼多東西 你看 這除了同樂會之外 你什麼時候 你可以看到都這麼多的零食 真的 對不對 他多開心 他說因為台灣泡麵超好吃 他馬上送來 吃不怕 你有看 對不對 他一直講說 他想要吃泡麵跟台灣的水果 因為聽說 從以前就聽說 這個泡麵跟水果是 台灣兩寶 你想要去看看 你看我們的居家隔離的人員 就趕快送東西給他吃看看 他吃得很高興 就很感謝台灣 不只只有法國人 你看連這個日本人也是 他剛才講的 我們講說很多的零食對不對 還有什麼漢堡 沙拉 炒飯 台灣的一些小吃 對不對 這是你當時吃得對的 對 那是這一次你來這邊 剛好是你 你飲料要居家隔離 美食一室都給你 怕你去感染我們國人的健康之後 才傳這麼多給你吃 你又這樣 我就跟你講說 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真的 講那些有的沒有人 你看看中國大陸好了 你幸好這次是來台灣旅遊 不是去中國大陸旅 對不對 你如果去中國大陸你看 中國大陸告訴你說 他們那個隔離 你看這個熱水壺是壞掉的 你也炒頭什麼的東西都派到 憑著熱水就沒有 接下來你看這個馬桶裡面說 還有蟲屍 蟲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 接下來在床當 還有不明雪智 我來說這是上一次 上一個人住的人吐血 還沒有洗乾淨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一次你是好運才來台灣 真的 你竟然還不知足 還要想嫌我們台灣怎樣 不然你是怎麼樣 你是來這裡跟台灣人董宿家 真的 對人家就在講你來台灣住 250塊的房間 那當初也講清楚 那沒關係 你如果有錢的話 一個晚上1萬塊的 你也可以弄給你住 對 問題是你們兩個就擺明了 就表明說你沒有錢嘛 對不對 去吃還想要做房地 那真的是起死婦 你就沒有錢 你還想要住什麼東西 高規格的嘛 台灣怎麼沒有 你只要講得出來 付得起錢都給你住 可是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 居家隔離外 要給他2萬8 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 兩個人 他是來旅遊的 而且是外國人 2萬8的用意 那個每天1000塊的用意 不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工作嗎 對 給你一些補貼 那他們兩個是來玩的 而且還對我們國際形象 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真的 說實在話 我就跟你講說以後真的像這種的 也不用善待他們啦 送去太平洋挖石油啊 挖不出來的話不能回來 對 對不對 看你這樣變成這樣嗎 不過我們今天說實在話 今天確診病例又多了15例嘛 對 那總共 我就覺得這全部都是一些境外移入的 對 幸好我們現在都是境外移入 所以我就常常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檢疫非常的嚴格 你要三采陰性的話你才可以放出來 對不對 那你像就像那個金巴黎那個 我們現在一直講說那個金巴黎那個暗二 有沒有 第二暗 他都已經住了兩個多月了 到現在驗出來 咽喉呼吸大還是有那個病毒反應 對啊 所以他全身都沒有症狀啊 可是你看 這就叫做民主國家 自由民主的國家是這樣 人生人命安全生命財產安全 要給你保障啊 對 對不對 你說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你覺得這種人早就幫你踢出去了 還住在那邊還養你 管你去死了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抱怨 所以我們現在醫療體系 因為我們注重人命 所以你會發現他那個防疫中心也在講 目前最長最短的是八天嘛 最長的是五十三天嘛 對 那平常有的有的可能要拉到四五十天以上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等到病毒完全消除之後 我們才敢讓你出去 對 才會避免說再感染其他人 那我們現在陳時中部長也講了嘛 我們接下來的檢疫人數會暴增 接下來兩個禮拜才是關鍵了 對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 一個就是在機場那個地方就攔截 那攔截說實話 那也會落膠器了對不對 對 那魚蟒 還有那種也有魚子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 接下來就居家檢疫 那我覺得居家檢疫這一塊 真的是我們一直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們這幾天一直看到很多案例有沒有 叫你趕快待在家的十四天 你也是要四個趴趴走 拚四名要走你看 他告訴你說無自由 什麼 無自由啊 無自由無寧死啊 對不對 那你真的他這麼愛自由嗎 十四天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自由啊 對啊 你在家裡面對不對 我沒有限制你幹什麼 所以我就剛才講說 你要不要學學中國大陸啊 他不是 他是連那個門板全部把你焊死 封起來你看 再出來把門板全部定死 對嘛 我就覺得說 不要再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可是我覺得說 我們這樣做的這麼好的防疫工作 我不是在一直在稱讚我們的防疫 我是稱讚我們的防疫 可是我們不是在稱讚我們的執政團隊 有多好又多好 這個不用講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把這個防疫做好的時候 大家自然而然的話 老百姓會攻擊我們的執政團隊嘛 攻擊我們的政府嘛 你怎麼做事情都做那麼壞 對不對 那可是就是有一堆人還是在唱衰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常講說執政黨如果遇到重大疫情 像這麼大的疫情 全世界的疫情的時候 有哪一個國家是像台灣一樣說 那個執政團隊的支持度是一直在創新高 對 包括小英總統說61% 支持度滿意度耶 對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你包括陳時中部長91% 覺得他的那個防疫工作是做的 他的滿意是非常滿意耶 所以不滿意的人只有3% 那3%說實在話 做的任何民調都有那個3%的誤差 就表示說幾乎是已經沒有人敢說 陳時中做不好啊 那你說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還敢唱出來 像那個什麼陳超明 那真的打給你講到 竟然把他這個防疫歸功習近平 習近平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 陳超明你可以說清楚嗎 對不對 有啦 他的貢獻就是說當初隱匿疫情一直打壓台灣 所以大家才會一直講嘛 沒有閃的小孩在雨中就特別的奔跑的特別快嘛 才會跑第一啊 對 難道這個也不懂 你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我就覺得說 國民黨我真的在勸告你們一次 我真的是覺得國民黨真的是讓我失望透頂 可是我講說人家以前講說加油一老如何一保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除了老之外 寶貝還特別多你看 我今天又起床 所以你這種一種黨的話 你留在這邊的話 我說實在你能不能夠好好的幫防疫工作有沒有 你如果做不到的話你能不能給一些鼓勵 你如果鼓勵的話或稱讚的話 搞不好大家會跟你拍拍手啊 你一天到晚扯這些後腿 那你看高雄人現在在罷韓對不對 又傳出來韓國語又在 又跑去拼酒了 我真的會起床 我知道你酒量很好 但是你去跟那些農漁會的聚會 而且他們講 他們的回應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他們竟然回應說 他不是在反罷韓 他是只是在聚會這樣 你聚會不是反罷韓你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確實就是去跟人家喝酒啊 現在防疫就已經叫你不要參加那麼多聚會了 我就常常就告訴你說你只要對照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你看侯友宜天天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國民黨15個縣市 執政15個縣市的話 你的縣市長就哪一個像你現在還在這樣 還在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之前我就跟你講說你 哪壺不開地哪壺 到現在還在拼觀光 拼高雄旅遊 對 這個時候就是叫你不要動了 不要亂動了 你還在那邊拼觀光 拼什麼 你現在又在反罷韓 我就想說 好啦 我也說韓國瑜現在真的是 死馬當活馬醫 他現在的情況就是跟小孩 古時候我們那個生小孩一樣 對不對 你如果拼贏就夠香 如果拼輸就六個幫 就很簡單 他現在就是什麼 死馬當活馬醫 反正我就跟你拼了 拼得過就過 拼不過怎麼辦 就讓你拼 拼了之後你看現在又有人開始鼓吹 叫他回台北市選市長 我在這邊跟你預言 他如果回台北市選市長 選得上的話 我 不是我說實在話 你叫我幹嘛我都做 我覺得台北市人 現在都已經搞成這樣 你覺得台北市 你就看他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在台北市得票率有多少 真的是我真的氣死了 人家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你就從這些民調的支持度 民意支持度 我真的勸在最後 真的真的真的 再勸告一下國民黨 你真的江啟臣 你那新的黨主席 你本來是讓整個黨 有一個新的氣象對不對 那新的氣象 我說你做了哪些措施 現在你對著吳思懷對不對 吳思懷好 你現在有辦法的話 你不要全黨就吳思懷一個人 我當初就講了 吳思懷是害國民黨 敗選最大敗選的一個 其中一個旗子 好那你現在要把吳思懷換掉 我又覺得說 你有沒有那個膽識 真的把吳思懷給換掉 如果你換掉 我給你拍拍手 接下來第二個 就是你把韓國瑜的霸函的話 袖手旁觀 你就讓韓國瑜自己去努力 對 我就跟你講選舉到目前為止 已經多久了 當初就是因為全黨救韓國瑜一個人 才救到國民黨奄奄一襲 你現在沒有人敢去檢討韓國瑜 還要說支持他反罷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江啟臣 你如果這一役 沒有好好的把它做好的話 我可以跟你保證 注定你國民黨就永遠進入灰燼裡面